美国国会众议院全票通过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美国这样做为什么说包含着狼子野心呢 各位欢迎来到找女主事 长久以来我们就说在美国国内同时并存所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 只不过有的时候威胁论占上风 有的时候崩溃论占上风 很显然几年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强势崛起 让很多美国人感受到了深深的不安 他们知道未来终有一天我国经济会全面超越美国 所以他们害怕 所以最近两年中国威胁论占上风 以至于前两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开会全票通过 一票反对都没有的通过了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就是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 什么意思 老美要用法案的形式定义中国是个发达国家 而且实际上去年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 当时在参议院也是全票通过的 老美说我们是发达国家 说实话 这个荣誉突然到来之时 我们还真是有点不知所措 我们甚至不知道老美这么做 他有什么险恶用心 众所周知啊 我们的邻邦韩国被联合国定义为二战以来唯一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变为发达国家的特例 韩国人这两年来信心百倍 他们认为他们的经济发展的确实很好 应当说 二战以来的几十年 韩国从东北亚角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成长为全球前十大经济体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经济成就 而今天美国人定义啊 我们这个成就可能比韩国还大 好歹韩国是个小国 五千万人口 我们十四亿人口 美国人也定义 我们是发达国家 当别人捧杀我们的时候 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应该保持一定的冷静 首先咱们先探讨探讨 什么是发达国家 国际上呢 没有固定的标准 但是大概其 我觉得发达国家应该满足两方面条件 第一呢 就是你的人均GDP要高 高到什么状态呢 怎么的得高到三万美元以上 韩国日本都是超过三万美元的 你像美国的五六万美元 有的国家甚至更高 为什么要谈人均GDP呢 这是因为衡量一个国家发不发达 富不富裕 你看总而没用啊 你看总而 今天的印度有着14亿人口 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它的GDP比它当年的宗主国英国还要高 甚至可能用不了几年时间 印度GDP总量会相继超越德国 超越日本 成为全球前三的 可是你能说印度是个发达国家吗 当然不能 要知道印度的人均GDP 连我国的五分之一都没有啊 印度是典型的大而不强 你有14亿人口 英国它几千万人口 你的GDP刚刚超过英国 你怎么可能被定义为发达国家呢 同理啊 虽然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们GDP总量很有可能会超越美国 但我们自己也承认 在人均方面 我们还差的一大截呢 这两年我们的人均GDP刚刚超过一万两千五百美元 这个是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但是高收入国家不代表你是发达国家 人均GDP一万多美元 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了 但是确实人均GDP排在我们前面的国家 还有几十个之多 而且我们也知道 我们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 我们还有很多老少边穷地区 我们还有很多老百姓是近几年才脱贫的 我们的底子比人家还薄的多的多 所以仅就人均GDP这一点 我们就不是发达国家 而另一方面呢 也并不是说你这个国家人均GDP高 你就一定是发达国家 因为也有若干资源型国家 没办法 人家老天爷少饭吃 地底下埋的石油 拿铁销一产就能产出来 没矿 这些资源型国家靠卖资源 卖能源 它的人均GDP很高 但是它没有什么工业基础 没有什么高科技产业 所以显然他们是富而不强 也不能称之为发达国家 我们必须承认差距 我们在追求发达的道路上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那么美国为什么偏要给我们脸上贴金 说我们是发达国家呢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全球有200个国家和地区 发达国家不过十几二十个 他们是占尽了便宜的 所以这个先富也要带动后富 因此在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中 都有明确的规定 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 应当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帮助 比如说世界银行在进行贷款的时候 要给予发展中国家低利息 各级世界组织中发达国家要承担更多的汇费等等 包括在进出口的关税 在环境保护 在国与国的协议之间 都应当把资源尽量的向发展中国家倾斜 这个是合理的 说实话 大多数发达国家组上都曾经扩过 都是略强 当年拥有殖民地 剥削了很多发展中国家 他们今天的富裕 是建立在曾经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血泪之上的 所以某种意义上讲 今天的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优惠 那也是在替自己的组上赎罪 而且也只有这样 全球才能迎来共同的发展 而长久以来 大家都知道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 实际上也给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 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楷模 你只要像我们这样辛勤的拼搏 经济上就能不断有起色 而且我们的成功之路和欧美列强是不一样的 他们要不然掠夺过别人的土地 要不然把别的发展中国家 当作自己的经济殖民地 他们是靠枪炮打开的市场 他们是靠剥削建立的财富 而我们是不一样的 所以中国经济的成功之路是可以复制 可以学习的 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愿意向中国取经 可是美国深感中国经济的强大 有朝一日我们的GDP总量会超越它 因此美国人又要耍花招了 在打压中国企业高科技封锁我国之余呢 他又搞了这样一个法案 美国国会定义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 而是发达国家 这样在未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国际合作之时 美国就可以对我们进行捧杀 他可以告诉别的国家 说你们看到了吧 中国是个发达国家 他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 给各种国际组织交纳更多的会费 不能享受各种各样的低息贷款 关税环境保护等多个层面 中国都不应当享受到发展中国家的优惠 是的 美国在打压我国经济发展方面 已经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我们当然希望有朝一日 我们能建设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 但是我们也不会接受美国这样的捧杀 哦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